記者所在的位置是通往桃園復興鄉台七線的路上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經過一夜的風雨 其實在路邊有非常多蠻危險的樹木 剛剛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 已經將比較危險的樹木都先把它清除下來 那這邊其實道路旁邊有一些攤販 是由當地的居民來都會在這邊販賣他們的蔬果 不過也經過昨天的風雨 把他們的這個攤位都吹得亂七八糟 料路都嘛是 都是樹啊什麼的 就這些攤子而已啦 那其他的果菜都收走了 有先收走就對了 還有水蜜桃這樣 那所以這邊要怎麼去修復 就是先整理 就是叫公務局這個樹先用掉 然後取育的我們自己的部分 我們自己先處理 經過風雨吹襲 桃園復興鄉多處路數攤倒 公務段人員緊急清理影響到用路人的路段 而在復興鄉的益聖村桃一一五線 一點六公里處 也就是通往小屋來天空步道的路段 也發生二十公尺的塌陷 只能單線通車現場也已經緊急擺放三角錐護欄 路數倒塌的非常多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請國軍還有我們的清潔隊 先把他清出一條路 讓這個交通能夠順暢 那之後我們還會再請我們的這個公務段 還有交通局要把前線要把它整理乾淨 那其他的我們路 再往小屋來的路有一點塌方 我們現在已經有把它危險的標誌 都已經把它弄好 而同樣也在復興鄉台七線北橫公路 二十二點六K到六十點七K 持續實施預警性封路 由於雨後山區地質鬆軟 民眾非必要 暫時還是不要行經北橫路段 記者